香港政府在5月25日晚間表示 將捐出上海復星代理的復必泰BNT疫苗 原因是香港人接種意願低 以及相關疫苗使用期限快到期 港府表示 香港政府採購的疫苗有1,500萬劑 分別是香港科興疫苗 以及上海復星代理的復必泰BNT疫苗 截至5月24日 以運低香港的科興及復必泰疫苗 各約200萬劑 大約105萬劑科興疫苗 以及84萬劑復必泰疫苗尚未使用 只佔16歲以上人口的19.3%接種疫苗 香港政府自在2月26日開始 陸續為16歲以上的香港市民免費施打疫苗 但接種率低 由於復必泰疫苗 必須在超低溫的環境下儲存 使用期限短 目前庫存的復必泰使用期限將於8月中旬到期 上海復星醫療集團董事長吳爾芳 再次透過中共官媒公開強調 願意提供疫苗給台灣 各台辦發言人也說 陸方樂見上海復星醫藥集團 願意將疫苗服務於台灣 評論認為 上海復星急著想銷售疫苗給台灣 是否因為這批疫苗有瑕疵 在港澳施打率不高 在疫苗即將到期前 急著動員各方人馬拋售台灣 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表示 如果上海復星有心賣疫苗給台灣 應該趕快向台灣申請藥證 有民眾誤以為復必泰 是輝瑞製藥的疫苗 對此 輝瑞全球免疫腫瘤臨床研發總監 在念書發文表示 復必泰是上海復星代理疫苗取的中文名 不是輝瑞疫苗商品名 香港政府公布資料顯示 復星醫療是德國BioNTech 在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 復星醫療產業負責推進該產品於中國的臨床試驗 上市申請市場銷售 外界質疑 復必泰疫苗在中國並沒有取得上市許可 可能當局擔心中國民眾搶注打進口疫苗 而不打本地科興疫苗 另一方面是計劃逼上海復星 跟德國的BioNTech在中國設廠生產疫苗 進而可以取得疫苗配方 在中國生產本土的復必泰 治療中間大臥 可患看 大臥 出賞 我們做法 重要 運動 二